520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Coco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說 幹嘛要多表白吧 我告訴你喔 台古520行情是完真的 欸啦 走走走走 你難過對不對 他沒要跟你表白啦 可是沒關係 520行情完真的 這時候必長 管達續創高 再度追平鴻海 管達鴻海 到底誰是最後贏家 還有 美在咸三破許 金融海高2.0要來了嗎 還有 巴菲特最近的持股報告 到底要不要買台積電 還是解買台積電呢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哲郭昭 嘿來看一下 美在協商破局 金融海嘯2.0 好恐怖喔 重點是你看 你被人家玩假的啦 好不好 對啊 剛才人家說要喜歡你啦 有嗎 陳玲老師沒有啊 520行情完真的啦 他不是要跟你表白 是要告訴你台股有沒有520行情啦 哎呀這個時候怎麼樣 必爭 廣達續創新高 來來 再度追平鴻海 我們這次之後請嘉莉老師來告訴我們 廣達跟鴻海的愛恨故事 好的 好不好來 那我們請教三位分析師 第一位分析師 我們在請教之前我們要吃個東西 哎呀這個飯很掉了 吃個東西我們今天吃 suki啊 牛肉丼飯 為什麼 因為 su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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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してる suki是喜歡的意思嗎 對 還是司機的意思 沒有 你覺得這跟吉野家什麼差別 跟吉野家比較不好吃 跟吉野家比較不好吃 是嗎 嗯 吉野家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他有點酒精味耶 他有點酒精味耶 酒精味 因為他說要幫你消毒啊 他要幫你噴酒精啊 你不要把剛才NG的時候的那個 的笑話拿過來 來 來來 這個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 你不要把剛才NG的時候的那個 來 來 來 這個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 好吃的 好吃的 我覺得還好 你不是說有多的肉片嗎 我的啊 被你吃掉了 沒有了好不好 我吃完了 還不錯啦 suki我覺得還不錯啦 su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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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覺得這兩個加起來 我覺得 都不差 我覺得有點酒精味 我覺得不喜歡他酒精味 可是 我覺得 點點啦 我覺得有酒精味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希望不是我錯誤好不好 希望台股也讓我們su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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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近實在太無聊的行情了 對啊 真的很無聊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分析師 第一位就是歌神中的歌神 來 猜一下 su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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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歌 來來 老師你幹嘛 他一直想吃吃吃吃吃你看 對啊 他很不高興 我拿在酒量一直在那邊唱歌 好吃啊 好吃的 我覺得松屋比較好吃 松屋喔 松屋的比較好吃 松屋台灣比較少加吧 比較少 本來比較好吃 好啦松屋啦 好吃 好不好 阿老師聽說最近有減肥成功喔 最近有開始減肥還沒成功啦 對啊 革命上會成功嘛 是是是 對不對 革命都要11次才成功嘛 欸也不用那麼久 我現在略有成效 你大概建立中華民國大概10次吧 好你減肥大概100多次了 謝謝齁 你好像我開心 好 來 育哥老師你好 你好 努力中啊 有夠一點 我可以講你的八卦試一下八卦嗎 好啊 就是之前我們不是有推薦那種 現在很久有名的那種減肥症嗎 對不對 然後我說減肥症打的應該很有效 育哥老師說沒有效 為什麼 減肥症打了又要 要抑制食慾 可是我就不想抑制我食慾啊 我抑制力太強大了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我們這種對美食有異常堅持的人 你用那種藥物是無法去摧毀我們 我以為你是說 針太短沒有效 因為他的肉比較厚 這麼好笑的 其實還是有效 你這個能格污辱啦 還是有效好不好 皮下注射就可以了 皮下注射就可以了 皮就比較厚啊 醫生說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針太短 你那個脂肪層太厚 沒辦法打到效果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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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是打得到 打得到 馬上有感 家綺老師你看他們兩個人在講幹話 你會不會受不了 好像覺得很煩 不會啊 不會喔 還算蠻溫柔的 他說不會但是他都戴口罩抗議了 對啊 沒有 戴口罩抗議 來請教第一位分證師 林毅凱分證師老師 妳的怎麼樣 Line app 小小小鼠 16888 16888 好不好 小小鼠 W IN 16888 或掃描一下 第二位 專家贏老師 老師你好 選鼓達人 老師你好 大家好 老師今天要怎麼講 要告訴我們秘密 秘密 就是520前應該會有行情 520前應該有行情 老師你今天 已經要破梗了是不是 他要告訴我們管達跟黃海的秘密 是不是 好來第三位 謝承諺 古怪教授你好 來 那個 那個 莊佳穎老師的那個 打QR c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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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測試他一下 因為他今天話有點簡短 我想說 他會不會不理我 所以他現在有理我了 這是一個梗 這是一個梗 故意的 沒有是不小心的啦 好不好 小小鼠 W INNER168 好不好 WINNER 對不對 這個如果誰露掉 人家都會生氣 像神燕像是我給他露掉 他也很生氣 沒有我不會 你不會嗎 你不會生氣 可是你會提醒我 我沒有那麼容易動怒 你沒有動怒 你沒有動怒 我只會抓狂而已 我只會抓狂而已 抓狂而已 抓狂不算動怒 不算嗎 這個 這個中文嗎 我去中文不太好 我不會生氣 我只會發脾氣 對對對 沒錯 好不好 這家老師不用擔心 這個一定會 一定會秀你的 多秀一下好不好 第三個來看一下 謝承諺 古怪教授 你好你好 我講一下 吃這個丼飯 因為他裡面都沒有蔬菜 你知道嗎 對啊 就只有肉跟飯 所以你一定要加一點這個紅薑絲 有沒有 這個下去 酒精味道應該就可以不見了 那萬一你覺得酒精 黃薑絲你可以吃一下嗎 它有很多配料 配料什麼 你就是再把這個辣椒粉 再加一下 你可以吃下去喔 那你吃啊 真的啊 我就說真的行家是這樣吃啊 而且你知道這樣攪拌以後 整個味道 但是這個冷掉了 可能會比熱的時候差一點 我就看你怎麼吃 欸 欸 他真的欸 謝謝老師啊 真的味道很好吃 很好吃 好那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來來來 台經大頭條 我測試他一下 看有沒有記得他的那個Line 我知道 他故意啦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喔 重點是喔 他用演技還用宗旨喔 他用宗旨喔 他用宗旨喔 我要跟你講 我們不要跟人家計較 有時候人家在背地裡 要弄你 我們要大人有大量 是 就讓他弄 好 對不對我們不要跟他計較 好那你不用介紹一下 我們改天再弄回來就 那你不要介紹一下嗎 對不對還是介紹一下 小組 GP520 520 這都不小心的啦 老師不要犯心事上 小組GP520 好來老師你好你好 來 520 美在協商破局 孔亮 金融海嘯2.0 520行情網真的 好 我們看一下 扣子是扣得起來的 是嗎 哎呀 不錯好看 好來 直接往下一頁走 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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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穿很久了 然後是今天扣起來 代表以前穿很久的時候 扣不起來 以前都不喜歡扣 對好 算還打開好了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 製造美元的微爆帶是什麼 這個 你知道老師有什麼打開來了嗎 因為他扣子掉了 爆掉了 沒有因為剛剛有吃東西 對就扣不起來 空腹的時候還扣不起來 好 美在有沒有機會成為 這個金融風暴2.0 會不會 會不會 好我們這個財政部長 葉倫也來警告了 美債只要一違約 可能就變成金融風暴 到底是恐嚇還是講真的 好目前呢 統計到3月底為止 美國的銀行業大概總計持有 4兆美元的美國公債 那這個就岌岌可危了 怎麼說呢 因為美國早在1月份 就觸及這個舉債上限了 目前呢 財政部的這個非常規的措施 支應付款 大概剩下這個 880億美元左右 880億美元你要拿一幅利息 或者有一些這個到期的公債 或是做節傾 好那如果說美國國會 不提高現行31.4兆美元的這個 舉債上限的話 最快 6月1號 很快耶 大概就半個月過後 現金就用完 到時候就會有債務違約的問題 你可能會看到這個 美國政府要關門囉 好那我們往下面看 關門會有什麼問題 美債或違約 恐衝擊銀行業 好 因為現在美國公債 大家認為說是不會違約嘛 風險權重為0% 什麼叫0% 財務管理有錢 那個什麼 這些無風險的利率報酬 對對對 就是用這種0風險的 是 實務上就用美國公債的一個 報酬率來跟大家講 對 市場認為說美國公債是不會違約的嘛 但是如果說 它有違約的一個風險 那麼這些銀行業 就要提增這個準備金嘛 就是說今天你這個東西 有可能 有危險發生 你可能錢拿不到會怎麼樣 所以說呢 它就有一個強制的規定 美國銀行業需要提增準備金 如果說今天風險權重 從原本的0提高到4%的話 就需要多提拨1600億美元 美元很多耶 很多啊 如果是到800 就是3200億美元 而且其實美國很多銀行業 它比較偏向區域型 不是每家銀行業 都有辦法去提拨 這樣子的準備金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 這個風險連環報 所以這是一個 而且最快6月1號 就會現金用完了 是 只剩半個月時間 到底到最後 這個兩檔之間 會不會有一些共識呢 這個就很難說了 來我們往右邊看 好 這一次不一樣 美債違約可不可能來真的呢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叫做信用違約交換CDS 這個如果我們就字面上來翻譯的話 可能大家不會太理解 我們就一個 我舉一個例子 它這個叫做美債的保險 然後就是說 今天假設我買房子買車子 我都要買個保險嘛 萬一違約的話 對不對就是 會有這個來做個支印啊 所以我們這個講說 賣方跟買方對賭 就是說一個保險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信用違約的走勢 來我們往上稍微提高一下 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理解為 違約的可能性 其實只有在2008年的時候 當時有來過一個高點 1.04個百分點 那中間呢 相安如是這麼多年 現在 忽然之間又飆高 也就是說 哇賽 對現在市場 金融海嘯以來的高點 對金融海嘯以來 這一次可能 這個機率 有跟這個2008年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說 引發這個市場的揣測 會不會這一次 真的就來搞一次違約了 這個 不得不慎 必須這個樣子講 但是其實我個人私心是認為說 機率還是不高啦 陳老師你有什麼問題嗎 您說 2011年 哈哈 開玩笑 剛好講完了 對他Cue的很好 他真的有默契耶 有默契喔 對我一講完他就說 好謝謝 2011年阿讚 他還沒講 還沒講讚 我還沒講讚 我剛剛沒講完 2011年就是那一年就是他 做空 然後很難過的那一年啊 我不是要講這個 2011年當時真的債務有違約 所以那個 真的有 啊對對對 美國政府關門的嗎 然後呢 美在真的被從 AA降頻 變成AA 對 那結果當時股市 哇很可怕 那你看 那就可以買買那些 買銀子的啊 對 AA嗎 那時候 對 你要不要讓我好好講 哈哈 蛤 我是跟你講 我平常脾氣是很好的 我 我不抓狂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對不對 縣醜 你嚇到佳穎老師了啦 好 好對不起 佳老師他就這樣紓壓了 你懂不懂 節目上就亂發飆 回到家就 就覺得人生就這樣子 你懂不懂 對 因為大牛比較懶 對 又來了 又來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就是說可以幫我看一下 你看201年當時為什麼 他的CDS也飆高 其實就跟當時的這個氛圍很像 對 那因為那個時候大家 從沒有認為會違約 真的沒有 但這一次因為有過潛力 所以這次飆的特別的兇 所以大家才會擔心說 會不會真的違約 哦 201年雖然有違約 可是這是飆不應該飆那麼高 在那之前沒有想 沒有沒有遇過 真的違約 201年真的違約了 對 所以已經有潛力可許 這加上這次CDS 走的太陡了 對 因為之前不應該這麼陡 201年就算真的倒閉了 就算官門也還好啊 那也還好 也不應該這麼陡啊 201年沒這麼陡啊 那大家都覺得 這是真的要違約 但是你講到重點的 真的是 不過201年事情要記得很清楚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支持 所以以後你他這麼生氣 以後這個紙就不要印給他了 因為我們公司都用AAA的紙 對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個 所以這個部分還提醒大家做一些留意 但是回歸到台股來看 真的有這麼悲觀嗎 520真的有行情嗎 其實我們先看看歷史怎麼說 大家其實一般可能認為說 520行情是不是就是在520之前 總是要在總統就職演說前 登高一呼 讓他有面子的站上那個發言台 可是其實不然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大家統計了2016到2022年 520的前5日 也就是前一個禮拜 其實上漲的機率57個百分點 好像還好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就漲漲跌跌嘛 平均漲幅0.47也沒什麼參考價值 但是後5天跟後10天不一樣了 我們同樣統計2016到2022年 後5天我們看到上漲的機率 過去7個年度當中 只有一個年度是下跌的 上漲機率高達85.7% 上漲的幅度呢 1.33個百分點 如果是後10天不得了啦 520過後10天你真的是不買股票都不行 為什麼咧 因為其實上漲機率高達100% 而且平均漲幅3.45個百分點 哇100很高耶 100很高啊 我個朋友就像說高股息ETF啊 要除期前要前幾天買進 是80%而已啦 80%而已 也對啊 100這個蠻高的耶 那這樣也敢來講專題啊 對啊 畫面看看陳彥 陳彥是他這樣點你喔不是我 我是順他的話 算是我嗎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不曉得 好來開玩笑的 不好評論 不好評論 好 而且因為我的Q牌不見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再接手 這好笑 不要亂丟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拿給我拿給我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說 來賓不要亂丟Q牌 不要亂丟 要不然要再發言的機會就沒有了 來來沒有了沒有了 來禁止發言 對 對 來好你繼續說 所以說呢520真的有行情 但是呢 我們就是要趁著前五天 好 掌跌戶件的時候給他買進去 謝謝老師給我們定心玩啦 因為我看一下2008年剛剛520以後 剛剛從9300跌到3900 不過你是把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不是馬總統上任以來嗎 沒錯 所以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2016年來 520真的有行情 接觸後真的有行情 來 林玉凱老師你座位上做的一個美女 來 噔噔噔 然後呢 你可以不要唱嗎 沒有說 很美很美 要轉來 登完以後可不可以趕快問問題 趕快問問題 你跟蔡英老師很搭欸 那個節奏都很怪 我們兩個人是怪 大哥 老師 所以你認為說 這個禮拜的話 我們不用急著下車 下禮拜 政策概念股還會繼續漲嗎 我覺得政策概念股是非常有機會的 好喔 等一下我會這個 就這個政治的角度 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520它最近很多 它成立很多的政策 對 越多越多的政策概念股 在它迷你最後一年的很多政策概念股 你看 探權概念股 嗯 然後連那個什麼 電網強陣計畫 蛤 電網強陣計畫也是啊 電網強陣計畫嗎 對啊 他今天最近什麼 再生醫學 都是最後一年 對 就算了 因為最近我們常常我們 我或那個育凱老師 還有陳研老師 還有佳穎老師 最近常常有詐騙或反暴我們 連詐騙 詐騙那個都要成立一個什麼 一個小部門是還是 再生醫學 不是啊 反詐騙 反詐騙 一個什麼什麼 什麼事還是什麼辦公室還是什麼的 詐騙成立一個反詐騙辦公室 對對對 因為他們拍的影片都說 這個不是這個 大家要小心 我們 很多人用我們的詐騙 他就用原來 那個人發育的那一段 再去講一遍 對也沒有用 不是現在要成立反詐騙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又成立一個啦 那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最後一年比較敢砸錢 那到底什麼意涵 那個我們就不去多說政策意涵 只是至少最後一年真的這個 至少蔡總統這個 蔡總統整個有 感覺有瘋狂的 有做一些政策性的概念股 應該要端牛肉出來 端牛肉嘛 對對對 因為最後一年要選舉的嘛 沒錯 好那我們就接著往下看啦 看一下 好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啦 今天呢持續的下跌27點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其實收的不算差 怎麼說呢 我們不要看這個 我們看XQ好了 好今天雖然說成交量有點縮喔 來各位我們再縮小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其實呢 台股當然從2月以來 一直都是做一個區間整理 從15000到15900喔 這邊做來回區間震盪 但是其實他有一點這個 底部越墊越高的感覺有沒有 一底墊的比一底高 今天呢雖然說一度有下跌 可是他其實這個低點沒有比上個禮拜五的低點 還要來的低 所以底部確實是有慢慢墊高的這樣一個跡象喔 然後呢其實我們可以留意到 如果說我們看這個月線 來有沒有看到這個扣底值在這個地方 好這個製作人幫我們畫一下 扣底值在這裡 換句話說呢 接下來的幾個交易日 月線準備向下扣底 也就是說呢 原本現在下壓的這條月線 是有機會慢慢走平 甚至呢 如果說指數跟得上的話 是有機會來做一個上揚的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的這個指數的走勢 並沒有這麼差 好那這個是加全指數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貴買 貴買來老師你看一下 好 那貴買當然最近走勢都走的 比加全還要來的弱一些些喔 畢竟現在這個殺生龍龍 都是在所謂中小型的部分 那最近當然就提醒大家 稍微還是比較 慘淡的這些標的喔 這些產業還是盡可能的避開來 好不好 老師那我要問一下一件事情 是 因為今天逆價差35點 是 那外資今天剛好是賣超 對 賣超98億 可是其實多端增加 對 這個其實我也覺得有點吊詭喔 因為畢竟 準備要這個結算了嘛 其實結算前做這個動作 我也不太了解為什麼 而且剩下差35點啦 對 那現在台指期又展開25點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是 所以說如果漲上去明天應該 照理說剩下差60點 只剩兩天欸 對啊 一定會收斂啊 對啊 那代表台股要拉起來 台股要拉起來 但是幅度又不會到太大 大概還是在這邊做一個去 五六十點嘛 對 還是有機會是台股也跌不下去嗎 也跌不太下去了 就像你講的這個方式嘛 那佳穎老師你對這個台指結算 還是說這個本座行情怎麼看待 我覺得可能禮拜三之前 震一下之後 事物有可能拉起啊 所以你反而覺得禮拜三也 反而不會漲 既然震價上60點喔 你覺得不一定會漲 你反而覺得還是會收斂 可是要等到要轉折 要等到禮拜四禮拜五 老師想辦法跟你不太一樣喔 那我們看一下 沒關係看一下 到時候看一下這才好玩啊 每個人想法不同啊 好不好 謝謝老師 陳老師你什麼想法嗎 基本上我 好 謝謝 不是 我 我的Q牌 給你給你給你 不要亂巴皮氣嘛 是不是 來 你說 沒有啦 其實我 基本上我五月還是維持一個輕指數 就我不會太在意指數的一個細節 你看 佳穎老師 人就是好 對啊 人美漂亮嘛 他犧牲他自己的Q牌給我 對啊 對不對 你就知道了 所以不要亂砸了知道嗎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再砸就沒了 真的沒了 那我還是維持在 重點政策股好好做 你怎樣我不插你的話 你就覺得很難受 你不插我就有點不舒服 插我反而 喝喝他一看我使用酸叉頭 這沒有問題 好 ok 這太太over了 這段剪掉 我自己Q 這段剪掉 沒有啦 我的重點還是在於 我對於指數 我不看空 但是我覺得他要有一個很強勢的表態 我覺得比較難 所以我們還是把重心放在產業 尤其是剛才育凱講到很多這種政府支持的這些政策性產業上面 我覺得那才是大家要去關注的細節 好大家關注的細節 好不好 好是講到這個13F報告嘛 喬水基金最近也大幅減碼台積電 對 那你如果明天會不會公告 你覺得那個 這一個渣男巴菲特啦 對 說要長期使用 我在 我竟然抬頭欸 我說是要Cue我 方便鏡頭要take你知道嗎 那巴菲特會不會再增加持股啊 明天就公告了 坦白講 還是會不會減碼 我比較悲觀一點點 你覺得會減碼還是 我覺得會減碼 會減碼 因為其實第一個 對啊我們就走市面來看 現在已經被這個月線蓋頭了嘛 其實要反彈的 月線一直壓著他打 對壓著他打啦 其實要反彈沒那麼容易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他之前已經有先講了嘛 台積電是個好公司 但是問題是我買日本的企業 我比較心安你的 你看日本現在股市好強喔 對 所以你覺得他可能會減碼好不好 我覺得比較會減碼 明天就公告了 這個例子剛剛是這個陳彥兄有跟我講 他講了一個例子我就豁然開朗 我們現在可以Cue他一下 來 為什麼要由我來講 快點來講 因為我的版本沒辦法撥啊 你的人設比較適合 我的意思就是說 嘉穎老師你很美 但是Coco讓我比較舒服 對大概是這個意思 台積電你很好 但是我買日本的企業 我比較怕死 可是按照我對陳彥老師這個例子不對啊 陳彥老師會兩個都追啊 兩個都追嗎 但是可能另外一方 讓他比較舒服 我也不能再多講什麼 有啦還有說日本五大三四 讓他比較舒服啦 對 舒服的投資位置啦 對 陳老師你為什麼自己在講這種東西呢 沒有我只去上個廁所而已 沒辦法嘛 好不好所以告訴我們 台積電渣男就渣男 是 什麼都要好不好 到時候為什麼都沒得到 不會人家必經首付 可是呢你覺得他不一定會加碼 甚至解碼 甚至解碼是有機會的 陳彥老師 渣男 老師你也是覺得會解碼 沒有 你的逗號在哪裡 句號句號在哪裡 陳彥老師 然後就我冒號嘛 對 然後渣男是指那個巴菲特 沒有你啊你啊 然後就問減碼的事情 是不是這個邏輯 你開心就好 對 然後咧 對我覺得應該是減 應該要減喔 把他減光光 大概剩沒多少 那如果在減光光 那台灣股市如果反而漲呢 那就是好事啦 我一直認為他買 巴菲特馬板台積電這個問題 其實不重要啊 第一次已經 像佳穎老師這麼美這麼好 我喜不喜歡他 或是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不是重點啊 他還是有人會喜歡嘛 對這樣子嘛好不好 他的績效還是很好啊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好不好 老師好害羞 好 謝謝老師啦 所以台積電會不會買 這個 也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覺得並不重要了好不好 並不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詞其多單 有增加了嘛對不對 對 所以台詞其多單增加 老師反而覺得這兩天有行情 我覺得有機會 兩天過後不知道好不好 小行情 那你要介紹哪些政策 做多概念股 好我們來看一下啊 第一檔我們來看一下市電 或是你看好的行情 對 因為其實市電之前在來節目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到 因為其實重點的股票 比較有聲量的大概就是市電 華晨跟中興電嘛 那去年是由這個中興電做領軍 我們這個鏡頭可以小一點 不要一直take我的臉喔 來 為什麼去年是朝這個 也是啊 一放大就覺得很大 一放大就覺得減肥沒有成功啊 這樣小小的去美啊 對 好 言歸正傳 好 乾脆我們到對面洞拍過來好了 這主意還不錯 不是啊 言歸正傳我們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正題 你一直在講一些你的臉的東西 沒有沒有我 所以我用了很短的時間 你哪一天喔 不穿深色系的 是 然後不打陰影 我今天穿淺色外套耶 這淺色啊 淺色外套灰色啊 淺色淋帶 只有淋帶比較淺色 這個不算淺色啦 這樣不算淺色啊 可以啊可以 陰影也不是淺色的 我準備要開始買淺色衣服了 不要開玩笑了 7萬啊好不好 來 那其實我認為說市電呢 其實它一直以來 我覺得在獲利能力跟營收的表現上 其實都不會輸其他兩家公司 可是它在4月份以前股價卻是最落後了 果然後面呢 就衝上來 衝上來還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它整體戰力最強嘛 因為其實在技術的層面 什麼整體戰力啊 是1.52 EPS 好來 1.52耶 1.52其實還不錯耶 為什麼 創歷史新高啊 然後整體戰力什麼叫整體戰力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在炒這個充電裝這個題材 你說這個中芯電 它沒有辦法做一支完整的充電裝 華晨也是一樣 它們各有各的領域 但是市電是有辦法整支充電裝給它做出來 因為它背後有這個三菱電機嘛 那題材最多 第一個現在入選的這個MSCI 然後又是這個資產股 然後又有探權 探權也有它一份 所以我覺得說市電 在後續的這個表現上是值得期待的 那其實現在 你說這個回檔也沒有回檔到多深嘛 也是沿著月線往上攻 所以我覺得 拉回到這邊其實110、115元這個位置 反而都可以去琢磨一些買點 市長問一下1.52元 那一年是多少錢 一年喔 一年大概頂多6塊 6塊而已喔 對頂多6塊 那這本益比不會有點高 還好 但是不是這麼想的 因為其實去年中芯電在飆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 它也才賺多少錢 憑什麼這麼狂 可是沒辦法 現在電網計劃就是這樣子 我隨便5000多億你就拿多少 今年再來一個760億你又拿多少 其實這個是政策題材 所以我覺得說它是跟著整體的氛圍 熱度一直往上漲 倒不用去 特別去衡量說 它一定是多少本益比的這個存在 好那下一檔我們來看一下 長勝 這個剛剛就講到嘛 這個細胞療法 可能這個禮拜就要拼三毒通過了 第一劑破例 也真的也還好嘛 你說要對照股價來講的話 第一劑也才賺1.7塊 可是呢 它是歷年同期的新高 那目前呢 如果說這個議案真的三毒通過的話 它的這個目前在細胞治療 核准計畫當中喔 長勝的佔比就超過五成 所以說它是最大的受惠者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其實很多黨這個生技股 是不是開高走低 它今天一度很強很強很強 差點要漲停板 可是最後呢 還能守在4%以上 至少整個這個結構的型態走得還不錯 今天也是屬於有點帶量 但是量又沒有到失控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後續還有一些流域的空間 後續還有一些流域的空間 長勝 長勝 再生醫療法嘛 再生醫療法 最近新聞都在吵得沸沸沸沸 是的 剛才最近新聞 那個時代那個力量的立委 哇還有就是跟民進黨立委 大家吵起來了 到底會通過呢 拭目以待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不好 這個美債協商恐破局 你會怕美國政府會倒閉 我是不怕啦 不過股市如果越接近 越沒搞 又沒搞清楚狀況的話 我覺得到6月1號之前 可能還是有點波動 可是波動我覺得並不大 因為每一次的美國都說 美國政府要倒閉了 要倒閉了 好像也沒這回事嘛 接下來我們看下單元 來 熱門我這一天 五福 五福跟輪飛 最有福氣的老師 你來講一下 是是是 五福臨門了嘛 好來 而且它不是一福 它是五福 謝謝 好有福氣 五福其實這幾天走得很強 連續兩天漲停板 而且是價漲量增 一個很標準的上漲型態 那為什麼這麼強呢 其實之前我們都跟大家分享 這個熊獅的部分 那熊獅我就說 其實以觀光 以觀光類股來講 飯店業跟餐飲業 去年下半年就開始復甦 但是旅行設施真正等到 今年第一季才開始復甦 好那復甦的話 我們來看到這個五福 今年的前四個月 每個月的這個年增率呢 營收年增率 一月份1642% 然後二月三月四月 每個月都是2500%以上的跳增 所以換句話說 以前被疫情傷得越慘 現在爆發力越強 而且即便說他四月的營收 已經來到3.58億的水準 可是他以往 疫情之前動輒都是5到6億 也就是說他還有在一倍以上的成長空間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波往上漲 是漲真的 漲真的 確實有一個這個基本面來做一個加持 所以後續還可以持續做一些留意 那下一檔我們來看到這個輪飛的部分 剛剛講到嘛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怎麼講 藍綠的一種版圖上的一個博弈 如果是輪飛就朱立倫會飛 可是這一次又不是什麼侯飛啊 輪飛朱立倫這一次就沒有參選啊 因為其實以輪飛跟這個 而且老師輪飛量有點少 我們要去提醒大家一下 對有點少 但是另外一檔更少 另外一檔藍銀概念股的話是中式嘛 中式量就更小 所以我們來看輪飛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圖縮小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 輪飛上一波很強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去年 對 好那什麼時候起漲呢 來好巧不巧他就是5月20號起漲 對5月20號起漲 所以那一波從大概20塊左右漲到165塊 就是這個有一點 有沒有那個什麼 綠營我就在下你面子 所以我就是藍銀概念股 我就讓你沒面子 我就讓你沒面子 所以說現在呢 今天輪飛又一隻這個 長紅可以拉出來 頗有這個來較勁的味道 雖然說現在到底誰勝誰負 還未可得知啊 可是我認為說 隨著藍銀概念股走高 是有機會去刺激綠銀概念股 也來拚個場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有機會好不好 有機會 政策概念股 藍銀 這次藍銀有沒有 挾著那個地方選舉 之之啊 再持續的在總統大選贏呢 我覺得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因為我覺得這次還有柯文哲 進來交居啊 蠻精彩的好不好 三強的鼎勵啦 好我們來看 下藍南股票 華福跟華城 來佳穎老師妳好 來 好那華福跟華城 兩個都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NSCI 新增的成分股 對 然後華福的部分 然後我們看到第一季的那個財報 就是守候稅後的那個盡利 激增有54% 年增率是121% 然後每股獲利是創11季以來的新高 就是1.04元 對 那明年挑戰賺一個股本 結果明年有可能賺10塊錢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股價 比大盤來得強 對 有機會突破前面的高點 有機會突破前面的高點嗎 就是華福的一個股價嘛 對不對 MCI小型成分股 那時候昆仁老師在講 有 哇 市場的機率接近100% 90%以上 只要一生 在生肖之前 宣告日跟生肖日之前 這有一段漲幅 這是華福的老師手勢嘛 對不對 講完了那我們看下一檔股票 來 華城 華城就是像那個玉凱剛剛說的 台電強論電網計畫裡面 然後目前在手訂單有50億元 所以它這個創新高之後回檔 還是守在那個月線上面 就是相對的強勢 那第一季的營收獲率也是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這支股票還有機會 好 這支股票還有機會 這華府跟華城 那我們來看看 謝承諺古怪教授老師 你好 聯發科跟聯準 好 漸準 漸準 漸漸會準 好不好 請大家都不抱歉 漸漸會準 好不好 來 那聯發科今天 我看漲了1%多嘛 那當然有一個早上就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OPPO瓶子自行研發 IC設計 這件事 因為呢 對OPPO來講 基本上 因為它有 原本就有6成到65%的一個晶片 是下單到聯發科這裡 所以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大利多 也沒錯 聯發科今天也因為這樣股價真的有上來 但是 基本上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外資集體的一個共識是說 短線上 真正的利多 還是要回到 整個產業的一個思維 所以 真正的長線應該是要在中長期 因為短線還是 面臨到 整個消費性電子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邊我是提醒他 而且 如果我們回到K線 然後下面我們放 大股東跟小股東去做切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大股東 其實時間我們再拉長一點 他其實還沒有很明顯的開始回溫 那這一天當然有回溫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主要回溫還是在小股東身上 就是小股東身上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 稍微再觀望一下下 稍微再觀望一下下 這個底部是蠻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再觀望一下 如果有一個回測底部的過程 我們到時候再來接入可能會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見準的部分 基本上現在我們都會把心思放在哪裡 放在伺服器上面 尤其是這種液冷 不是因為講笑話很冷 是因為 他冷卻是這個液冷的一個部分 那最近股價連續公告以後 稍微有一些休息 但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在月線附近 剛好有一個 這個缺口 你我們往左邊看看 剛好有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呢 又對到前面的這個高點有沒有 所以如果回測這裡 我都覺得還OK 即便回測這裡 我覺得還OK 因為目前來看 今年的獲利也不錯 第一季有1.11 那如果能夠維持 他的本益也不高 那產業區是對的 那這個時候 也可以做一下這個關注跟留意 好也可以做一下關注跟留意 這見準好不好老師 啊見準這些股票 可是這麼強勢 你覺得你還敢追喔老師 因為他如果 沒關係幫我們縮小一下 主持人都問了 我們還是要回答一下 換周線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才的這個想法 用周線來看 用周線我們再縮小以後 你會發現整理很長一段時間 才剛發動而已 我覺得後面 後面 剛發動啊50塊了 已經發動很久了 還好還好 因為以他目前的本益比 我覺得有一個本益比 因為剛才某一位人兄 他的本益比比較高啊 他是政策面嘛 那我的本益比稍微低一點 那是產業面 所以還是ok的 所以你很討厭育凱老師這樣子 亂K本益比 不不不 他是政策弘利啊 我這個叫產業思維 所以政策弘利不用特別在意本益比 我的因為是產業嘛 那我有重點 我蠻喜歡看他這樣打結 講完打結 他講我就很生氣罵我 那就很怕攻擊到育凱老師 對啊他講到重點了 產業的一個題材 不是 你剛講好像我要攻擊到 我沒有要攻擊他 我要解釋清楚 好好好 產業面好像本益比較高一點 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投資的邏輯思維不一樣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田股伴你圈 來來來 AI轉型 助攻 旺達 續創高 追平 鴻海 噔噔噔噔噔噔 老師你今天叫三檔股票 你好你好 老師你今天這個很像 如果今天是 台灣發生戰爭 我覺得你這個躲在樹林裡面 沒有人認出來你是誰 好 那核色 核色 全部都核 頭髮也是核色 然後口色也是核色 衣服也是有點 這個跟大家一樣 偽裝得很好 來你說 好 對 嗯 欸那我在哪裡 老師你什麼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葉來 好就是說 現在有出現了一個網紅 他就是 在販賣他跟 人類的談戀愛 這網紅真的還假的啊 是 真的人 然後用AI的那個 就是 設計變成是AI的人 跟他聊天 哦 我懂了 收錢 哦就是他是用網紅 可是他用他自己的聲音 對 他的行為個性 設計一個AI 他的模式 我的行為 還是我的聲音啦 可是那個 我的聲音可是 等於我有很多分身的感覺啦 哦 藏技能的感覺 是不是 我有很多分身 我有很多行為 我的個性 你稱讚我 你現在稱讚我是很開心 像那個 像稱讚你是很開心 像稱讚Coco Coco覺得說會哭喔 你竟然稱讚我 喜集合器啦 他會喜集合器喔 所以 行為嘛 所以把它分身 變得分身 Carrion 這老師怎麼發音啊 這怎麼叫 Car 成爺教授 卡彎啦 卡彎啦 卡什麼 英文真的啦 卡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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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軟啊 卡軟 遇到他會卡軟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他的邏輯 我再分享一下 為何上去詳細的了解 因為這個 你說很漂亮 你是不是有付費 你是不是有付費 訂閱 這個不好說 你不要趁機摸人家好不好 好不好 我總體坐這個位置的感覺 對啊 沒有 我講一下他很聰明 他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薪水 有沒有那麼高 因為主持人是含折羞費這一塊 對對對 不好意思啊 好 我解釋一下 因為 這個 他的這個做法 如果在我這裡就叫 腳踏多條床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有好幾個謝承諺 然後每個謝承諺 都跟他的女朋友在聊天 然後 然後談天然後說笑 而且是隨時都可以 所以感覺我 我怎麼可以隨時去 一下跟Coco 欸這還不錯 你知道為什麼 就我一次跟 十個女生在聊天喔 而且這十個人同時敲我 我一起同時回來 請人節就一直跟他聊天 他就不會懷疑你在投資了 而且不是 而且我根本不用自己在那裡 不用這樣 對 因為我就是把我的聲音行為 全部都已經變成一個AI了 他進去 這個機器人一號二號 三號四號五號六號七號八號 都是我 然後 收錢 這個太厲害了 所以我應該 老師你都把你講完 老師講什麼 老師太厲害了 不好意思 太興奮了 太興奮了 老師每分鐘一美元 不是花張 所以他賺了超多錢 那一小時就一千八 對阿 一小時一千八 一個虛擬的AI 不是虛擬 一個網紅的分身 談戀愛 好不好 那一週就賺了 兩百一十八點四萬的台幣 真多迪哥 對啊 那這樣真的有跟那麼多人聊嗎 真的有跟那麼多人聊嗎 老師那我們剩下看一下這個影片好不好 好 因為影片要介紹 介紹他 模仿他的聲音阿怎麼樣 來看一下 訪問這個 Karen K什麼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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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好我們來看 請看VCR Karen Marjorie The Snapchat star has an AI chatbot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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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漂亮欸 可是老師你也蠻漂亮的 這樣子我們也來一個 好不好 這個也是一樣 嘉穎老師 Winner AI 你也怎麼樣 這不錯 那會不會都聊股票 都聊股票 你會說聊股票 他願意付那個 一小時一千八 應該不只聊股票 那股票要收費多一點 收費多一點 也是這樣 這樣比較好賺 這樣比較好賺 比會費好賺 所以這個AI真的是很多 你想不到的獲利模式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喔 他只要模仿的像 我跟你講 這個等於彈著賺 真的彈著賺 那彈著賺 跟陳昱老師想的彈著賺 是不一樣的喔 因為你就真的 你只要設計一個模式 就一直有人幫你賺錢啊 一直分身幫你賺錢啊 是不是 就跟大家講 多了多了 對不起 剪掉 我直接幫你剪掉 我剪那個不該 我直接剪你身體啊 好 然後 所以說 除剛剛那個以外 聊天機器人也搶飯碗 對 對 就是有一間 程式設計問答公司 會裁員10%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想要用那個 AI機器人取代工程師 喔 我懂的 他是一個程式設計的一個問答網站 你要問他 然後以前有專業的人問 現在不必的 我有時候 AHHPT 他有一些 程式的一些教學 他比你還厲害 所以裁員10% 他這個老師 Stack Overflow 是甚麼 就是一間公司的名字 是 然後呢 的網站 然後他計畫AI演算者 要收費 推出這個 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的產品 喔 我懂的 最擅遊的人 你要開發 我一定要給你收費 我不只是說下游的人 要給你收費 比如說我用Track GPT 這個我要做很多分身 我要給你收費 你們這些人 你們要去創造 這AI的一些演算法 我也要給你們收費啊 不是說你們學就可以啦 我也花很多機器啊 怎麼樣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老師啊 那怎麼樣 Google怎麼樣 然後Google的那個 5月10號舉行的開發者大會啊 他其實就是一直repeat AI 這個次 一百四十次 兩小時是一百二十分鐘耶 等於每一分鐘都講一次耶 就是很重要 每一分鐘都講 很重要才會一直講 是很重要 而且一百四十次 一百四十次 對 跳針了 他跳針 他跳針 等於一分鐘一次啦 一分鐘超過一次 好不好 所以你看難怪 Google的走勢 Alphabet的走勢不錯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老師 來 好 然後轉型AI誰能贏在起跑點 是 因為我們知道說 AI生成之後 就是會帶動那個伺服器的需求大增 是 那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2022年的AI伺服器的出貨量 年增9%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生成式的AI服務 是 所以年增率有機會到15.4% 然後一座AI伺服器的價格 是一般伺服器的三倍 管他在表示嘛對不對 對 那所以就看到下面呢 那個2022年的伺服器占比 從 微軟 谷歌 臉書 亞馬遜跟中系業者 就是 AI在他們營收比重 有這個 AI伺服器的採購量比重 就是有這個上面列出來 老師你這什麼意思 是他佔他的採購量 是佔他的採購量 不是佔他營收吧對不對 對對對 採購量 是採購量啦 營收是營收 是他自己付費的 我要付費 我要直接採購 我採購什麼機器呢 採購官是AI的 這些伺服器的機器 我就佔我的採購量的19% 這營收19%嘛 是不是 然後他19%裡面 可以看他主要供應廠商 就是有殷業達 維影 鴻海跟那個 廣 達 被你遮住 我屁股那麼大嗎 廣達 對對對 這不用猜也叫做廣達 不然廣民吧 好好好 所以就是 也就是說廣達 大家看到橘色的地方 就是 微軟 谷歌 臉書 亞馬遜跟總結 都有 接那個廣達 欸 全部都有欸 所以廣達是第一名 維影還沒有欸 對啊 維影三家而已 那維影其實也不錯 維影第二個是維影 微軟跟那個 Meta 對 微軟跟Meta 還有亞馬遜 老師那我也要回馬槍 那個M遮住了 老師你有這麼喜歡M嗎 對啊 沒事 好 進來一點點 可是我這樣忍都不行 沒有開玩笑 再過來一點點 再過來一點點 這就算了啦 然後 就是說 第三名就是鴻海 鴻海也是有佔三個 就是微軟 谷歌跟亞馬遜 那他被搶單了 被搶單了 被搶單 就是被廣達搶單啦 喔 而且鴻海佔他營收佔比不多啦 就算他搶人家單 也我覺得 對營收購先來說也不搭 老師我們去看一下 好 所以第一名是廣達 所以鴻海被廣達搶單了 第二名是維影 第三名才是鴻海 好 老師那為什麼被搶單了 你覺得為什麼 就是他提高不提高電動車的那個金額 就變成他壓縮到伺服器的那邊 什麼意思 就是他佔局 鴻海佔局很多 可是他伺服器的那個比重沒有 比較多啦 我覺得你覺得重心是在電動車身塊 對啊因為他 反而沒有 反而重心擺出了 然後那重心放在 對 放在那個伺服器的 廣達 反而搶了一些訂單 你覺得這個原因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然後廣達的部分就是 AI的解決方案 爭取良好的地位 所以下半年會貢獻 是 然後鴻海是什麼 鴻海是 鴻海是雲端網路的展望 由成長下修制食品 所以反而下半年不能不好嗎 對 老師你是不是看見尾影啊 尾影就是那個 偽創的子公司 他未來50%的訂單跟怎麼樣 跟AI相關喔 對 所以尾影也是很有潛力 因為剛剛那個地方 尾影就有三個 就是微軟那個 難怪他一千多塊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AI的一些相關 或AI伺服器相關 找尾影就對了 好不好 老師那偽創為什麼也強 偽創他本身也有AI啊 所以他既然是 那個 為什麼他有AI 因為他是母公司嘛 那他又轉投資子公司 然後他自己又有啊 好 但是他加成 他自己也有做伺服器這塊 對 所以他拿下那個NVIDIA的那個訂單 喔這裡有寫伺服器 對對對 等於知道他子公司又可以受益 他自己自己又 那子公司就未來訂單的50%都他賺了 然後他自己又有 他自己可以任列尾影的一個收入 對對對 那他又可以 尾創本身自己也有賣伺服器 好 所以你看 然後尾創價錢又比尾影便宜非常多 聽你這樣講我們應該買尾創才對嗎 應該是要買尾創才對 對啊 因為尾影買不下去齁 不是 陳老師有什麼想法 其實就 就錄影時間差不多到了 要走了 沒有沒有沒有 QA還在 其實最近尾創 其實第一季的獲利表現其實並不好 可是因為他現在有一個利多 就是他把印度的蘋果廠要賣掉 由TATA去接 對 所以他也是會花比較多心思在伺服器 好啊 是沒錯啦 那當然尾影你說 價位比較高 這可能是一個大家在買的時候 比較難過得去的那個卡 好啦 所以我也算把印度廠給賣掉了好不好 那就 all in in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然後所以廣達 對 廣達可以發現到 其實外資買賣超的部分 就是 禮拜五那天要買1.8萬張 然後連續四天 你這什麼時候幾天 禮拜五大買了1.8萬張 對 然後投信年15日買進 年15天 對 但是因為他禮拜五那天 可以掉那個融資出來 嗯 他那天融資團暴增超多 然後量又爆太大 嗯 所以我覺得今天會回檔 是因為那個融資的關係 所以說 那你覺得是拉回要不要買 除了法人買 然後融資又進去 老師那你覺得拉回哪個地方 可以進場 還現在就可以進場了 我覺得可能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是不是 對對對 好 可能那個藏紅的低點 老師有沒有什麼價位你覺得 100以下 藏紅大量低點 還是說 那價錢多少 就我覺得100塊以下 100塊以下 100塊以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是告訴我們這個 那廣達你這個 蠻看好的嗎 對啊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機會贏紅海 他以前有沒有贏過紅海過 有啊 他在2020年有贏過11次 11次 在8月份到9月份的時候 斷斷續續 對對對 那如果現在開始贏 正式贏了 或是贏超過一個月 那就寫下歷史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廣達 如果說外資跟投信一直買 然後未來其實外資也給予他 買進的平等啊 所以我覺得他絕對比紅海好 因為紅海破底 但是他創新高 現行這樣看起來 他比較有機會 因為看起來郭台銘應該 那個總統大選5萬了 除非他那個 我們問一下那個比較 政治立場喔 稍微 不知道是偏藍還是偏綠的 郁凱老師 政治大師 你好 你郭台銘這次有機會出現嗎 郭董在4年前有機會出現 這一次比較難一點 我覺得這次最大的問題是太晚了 要選就選快一點 要看怎麼合啦 要看藍白有沒有機會整合 藍白河 好吧 所以說你覺得他現在 沒機會 看他要不要變成 那個白色力量 獨立參選我覺得沒機會 獨立參選你覺得沒機會 獨立參選你覺得沒機會 獨立 我說那個郭台銘的話 獨立參選也沒機會 那國民黨代表他也沒機會啊 國民黨代表如果搭侯友宜 可能 他願意當副手嗎 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這個還很難講 很難講喔 我覺得今年最大的問題是太晚了 太晚宣布要選舉了好不好 好來 好這跟大家講 所以當 有時候當 政治跟那個經濟就是不一樣的選項 好不好 老師我們看最後一個來 洪海 不是洪海的話因為任列shop嘛 所以業外大虧 對 所以就變成你看他破底 然後外資還大賣 就跟廣達形成對比 所以就是洪海建議不要買 洪海建議不要買 要買就買那個廣達比 好 我懂 就同樣是1020 洪海就演那個 演閉一下 好不好 現在換成廣達 同樣的價格1020 在黃金加差的時候 換了 換了以後 應該有大機率大概率 老實講的這次是真的狂飲 會贏一陣子 有可能11天啊 有可能超過11天 或超過可能11個月 都有可能的 對 那可能到時候洪海 開這1020塊錢 廣達可能120了 是不是 你已經把虧錢賺回來了 好不好 這告訴我們這些重要的選項 最後一檔股票 來 就偽創剛剛說的 他雖然說業外有損失 但是他手機的EPS 0.06 就是優於去年同期的虧損 其實他有優虧轉營的題材 然後他又被納入 NSCI 然後又有AI的題材 那旗下三大經濟母 就是微軟 微影跟企基 那去年其實 除了企基 EPS沒創新高以外 營收獲利三大經濟母 全部創新高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有小經濟的加持 然後外資又調高 目標就在56 現在還有一些空間 然後外資又在低檔區買 好 外資又在低檔區買進 所以這個有機會 之前有買進 雖然上去以後又沒有買 這段時間有買 好不好 老師那個有個美女 問你問題 Coco 老師那個超維的執行長說 AI現在處在於萌芽階段 老師您認為我們要這個時候萌芽階段就開始布局 還是我們可以等到成長期這樣比較快 我覺得等到成長期就來不及了 要在萌芽階的時候就先買 對啊 後面才可以享受啊 成長期就是又衰退期了 NVIDIA的老闆他媽的說 現在是iPhone時刻啊 你萌芽是萌芽 可是你那時候iPhone是長最兇的 iPhone概念舞是長最兇的 有沒有可能那個牙都長歪了 就把它矯正就好 你露一下 你看起來那個矯正的不錯 不是 因為我歪掉了 有歪的嗎 沒有看起來矯正不錯好不好 應該有矯正吧對不對 不講話 對 一定要矯正才是漂亮 一定要矯正才漂亮 推矯正 好 沒問題 因為看起來知道 我本來想說牙是長歪的好不好 所以老師 好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萌芽的時候到底 這牙大不大顆 要問一下專家藝老師好不好 我告訴我們 未來這個AI的趨勢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你看今天我們知道你是那個 對啊 我是 矯正美女 矯正美女 沒關係啦 其實我告訴你 美國那種白色牙齒是代表財富的象徵 美國如果你沒有矯正牙齒的話 你會被人家笑 真的是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是這樣子 每個地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想要了解各地文化 或各地股票 或台灣股市 各種各樣的股票 一定要怎麼樣 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再早午晚間8點再見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轉換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費費費務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易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邀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大家 二月一周 瘋狂股 想先 放 開始想打 哇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每個家 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率 常隔去是貿易中 Oh I know 看空出下球 喔 這沒錯吧 右邊是手 賣酒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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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早早早 來就準備 最最高 超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瘋狂股市福利社 刀石禮店 刀石禮店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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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 說 好 好 器 誤